有一天,小花正在家里看书 突然听见门开了 这时候,爸爸妈妈正在上班 会有谁在开门呢 放下书本,走到门口一看 见那两个长得很凶的陌生人 那两个人看到小花也很吃惊 不过他们发现,这屋子只有小花一人 绷紧的神经也松弛下来 小花突然高兴地跑过来 热情地招呼的 是王叔叔和马叔叔吧,快起来坐 那名比较瘦的男子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们姓王和姓马 我爸爸出门时就说 我两个叔叔要来 让我在家里等着 那你爸要躲久才能回来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回来啦 两人听完正想走 就听小花又说道 我爸说你们来追讨那二十万贷款 去银行取钱了 等到这里,两人心动了 那就等等吧 反正他爸取钱,要不了躲久 随后小花忙招呼好两人 他们也因此放散戒备 没多久,小花手里拿着学习机就要出门 两人紧张地将他拦下来 你要去干啥 小花不慌不忙地说 这是楼上叶小龙哥哥的学习机 他刚才打电话催我还 如果我不去还的话 他可能就会生气了 弄不好会跑下楼来奔我要 我以后怎么还接人家的东西啊 也罢,就让他去欢嘛 反正咱不用这小丫头呸着 两人就小花出门 比原型毕露 翻箱倒柜才找到五百元现金 这可气坏了他了 大哥,不是还有二十万在路上吗 嘿嘿,我们还是安心等着吧 说吧,就听到开门的声音 乘起来几个警察 速速将两人制服